原汁原味的转子引擎 在汽车行业普遍认为 其已成为历史尘埃的当下 马自达却上演了一出令人瞩目的复活计 2024年2月 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 并非仅仅心血来潮地搞一个怀旧项目 或者推出一些敷衍了事的致敬技术 而是魄力十足地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部门 这个部门配备了整整36名全职工程师 他们肩负着一个唯一而坚定的使命 让传奇的转子引擎再次焕发蓬勃的生命力 马自达近日宣布了一项引人瞩目的举措 他们并非将尘封已久的转子引擎 仅仅当作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而是以打造能够实际投入生产的实体硬件为目标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似乎对此抱有切实的信心 那么这项举动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他们究竟在研发什么 这场出乎意料的回归又是怎么回事呢 2024年2月1日 马自达正式对外宣布 他们重新启动了名为再开发小组的专项计划 这并非仅仅是在季度财务报告电话会议中一带而过的含糊其词 而是一个拥有部门级别地位 充足资源支持以及明确任务目标的专门团队 他们的核心使命是开发出一款能够在当今汽车市场中立足的现代转子发动机 这个团队由36名工程师组成 虽然人数不算庞大 但也足以显现出马自达对此事的认真程度 要知道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通常不会为了像转子发动机这样的小众类型专门设立一个部门 除非他们拥有超越概念展 适合公关宣传的实际生产计划 马自达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向外界宣告他们正在投入真金白银和顶尖人才压住鱼 众几乎被所有其他制造商都视为技术陌路的引擎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再开发小组的运作并非秘密进行 马自达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透明度 他们致力于构建一款能够满足现代排放标准的转子发动机 并计划将其整合到混合动力系统中 同时确保其能够兼容碳中和燃料 最后一点尤为关键 因为它将转子发动机的定位从一个历史性的技术遗产 转变为一个理论上可以融入低碳未来的技术载体 这项计划究竟是切实可行的创新 还是仅仅是乐观的营销策略目前尚无法完全确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马自达在这件事上展现出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转子发动机一度退出历史舞台 要理解此次其回归所引起的巨大轰动 我们首先需要探究转子发动机最初消失的原因 最初以其发明者菲利克斯·温克尔命名的 温克尔转子发动机曾被视为汽车工业未来的希望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这种发动机以其紧凑的结构 轻巧的重量以及远少于传统活塞发动机的活动部件而著称 其转速潜力更是令人瞩目 马自达对转子发动机情有独钟 并成为唯一一家大规模生产搭载该发动机汽车的制造商 然而转子发动机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其极差的燃油经济性 与传统的网附式发动机相比 转子发动机独特的燃烧式设计 以及混合器在发动机内部的流动方式 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将消耗更多的燃料 紧随其后爆发的1970年代石油危机 使得这种高油耗的发动机瞬间成为时代的弃儿 更糟糕的是 转子发动机还面临着严峻的排放问题 其结构特点使得燃料难以实现充分燃烧 持续排放包括碳氢化合物在内的污染物 这让监管机构倍感头疼 随着全球环保法规的日益收紧转子发动机的存在价值 变得越来越难以辩护 尽管马自达持续投入研发 对转子发动机的设计进行改进 并先后推出了如RX7直至后来的RX8等车型 但最终在2012年 连马自达也无奈放弃了这一技术 RX8的停产标志着转子发动机的暂时封存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 汽车工业的发展重心转向了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 高效柴油机并逐步迈向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时代 转子发动机几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正因如此 当马自达宣告转子发动机技术重出江湖的那一刻 汽车产业内外一片哗然 震惊与难以置信的情绪交织弥漫 马自达MX30增程版搭载的转子发动机 在悄无声息中宣告了这一传奇技术的回归 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事实上马自达早在2023年 就以低调的将转子引擎带回了汽车领域 他们推出了MX30SG Active RF 这款插电式混合动力SUV的核心是一台精巧的830CC单转子发动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台转子发动机的角色与以往截然不同 它并非直接驱动车辆的车轮 而是扮演着增程器的角色 在静默状态下持续运转 其主要功能是为电池充电 再由电池驱动电动机最终推动车辆前进 这与转子发动机在经典的RX7或RX8跑车上的传统形象大相径庭 它不再发出高达9000转的轰鸣声 也不再是燃油消耗的大户 而是以一种稳定且高效的转速运行 就像一台安静的移动发电机 实践证明转子发动机在作为增程器时 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 其结构紧凑 运转非常平稳 在不需要输出巨大动力的情况下 其燃油效率也相当可观 尽管MX30的增程版并未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 它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证明了马自达具备制造符合现代排放标准 且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转子发动机的能力 这不仅是一次技术上的验证 也是马自达试探市场对转子技术反应的一种方式 更重要的是 它延续了马自达在转子发动机领域的工程技术积累 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典SP概念跑车震撼回归搭载转子发动机 2023年在备受瞩目的日本移动展上 马自达隆重推出了极具象征意义的SP概念车型 这款概念车最令人兴奋 的地方在于 它并非一款注重实用性的混合动力SUV 而是一辆设计前卫的双座跑车 其低矮的车身姿态 以及搭载的令无数车迷巧手以盼的动力系统 由双转子转子发动机与电动机共同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都预示着它的不凡 马自达官方宣称 这款标志性SP概念车能够爆发出大约370马力的强劲动力 同时还能维持相对较低的排放水平 并且能够使用碳中和燃料 其外观设计本身就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犀利的线条和充满肌肉感的车身姿态 无不彰显着这是一款纯粹为驾驶者打造的车型 然而我们都知道概念车往往停留在概念阶段 汽车制造商常常推出令人惊艳的概念车型 但最终真正实现量产的寥寥无几 而这款标志性SP概念车的独特之处 在于马自达的官方表述 他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宣称 这代表了未来的设计愿景 或者用于探索未来的技术可能性 而是直接表示正在认真考虑将其投入量产 这无疑传递出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强烈信号 根据最新的报道显示 马自达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有接近研发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 新一代的转子发动机动力系统 非常适合像SP这样的车型 目前已经接近技术成熟的阶段 这意味着在工程设计方面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现在需要进行的只是商业上的可行性评估 生产制造的规划以及最终的量产决策 重塑技术未来马自达的创新之路 马自达此次的技术革新有何独特之处 他们究竟实现了哪些颠覆性的进步 一款曾经在排放与效率方面遭遇挑战的发动机设计 是如何在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后重获新生 首先马自达对转子发动机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义 不再将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主要动力来源 取而代之的是混合动力系统 这意味着转子发动机可以在其最佳效率范围内运转 专门用于发电供电 而不是像传统发动机那样直接通过变速箱驱动车轮 仅仅这一项改变就极大的缓解了以往转子发动机油耗过高的问题 当转子发动机能够在恒定且高效的转速下运行 而非随着车辆的加速和减速而频繁变化时 其运行的可控性将得到显著提升 其次马自达正积极进行碳中和燃料的工程研发 这一点至关重要 即使转子发动机燃烧燃料 如果这些燃料是通过捕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 或者来源于微凿等可再生资源 那么其净排放表现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马自达坚信碳中和燃料将日益普及 并且监管机构也将更加重视包括生产运输等环节在内的 全生命周期排放而不仅仅是尾气排放 这项看似大胆的压注并非毫无依据 第三排放控制技术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早在2012年现代催化转化器颗粒过滤器以及燃烧管理系统 就已经发展得非常精密 马自达宣称其新型转子发动机设计 能够满足欧洲7号排放标准 以及即将实施的美国排放标准 这在十年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关注的是标志性的SP概念车采用了双转子结构 这种设计在保持发动机紧凑尺寸和平稳运行的同时 提供了更大的排量和更强的动力输出 当转子发动机与电动机协同工作时 可以同时输出电动机的顺时扭矩和转子发动机 在高转速下的强劲动力 至少从理论上讲 这种组合能够充分发挥两种技术的优势 此外 研发团队还致力于改进阿佩克斯蜜蜂Apex Seal的设计 这一直是转子发动机历史上的一大技术瓶颈 阿佩克斯蜜蜂圈是维持转子发动机燃烧式压缩压力的关键部件 过去一直存在容易磨损的问题 通过采用更高质量的材料和更先进的涂层技术 可以显著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从而有效解决长期以来 人们对转子发动机可靠性的担忧 在2025年 马自达再次推出了名为Vision X Coupe的概念车型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款新车更加突出对碳中和理念的重视 据了解 该概念车创新性的采用了转子混合动力系统 并且特别针对微早衍生燃料进行了优化设计 这种可再生燃料在生长过程中 能够吸收二氧化碳 其核心理念非常明确 马自达希望将曾经被认为是 高油耗污染环境的转子发动机 转变为构建可持续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品牌形象重塑 你是否认可这一理念 或许会取决于你对合成燃料 以及其他脱碳替代方案的看法 当前汽车产业的主流方向 无疑是压注于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 然而马自达认为 在那些注重驾驶乐趣和个性化的小众市场中 多元化的解决方案依然存在发展空间 Vision X Coupe的出现 也预示着马自达并非仅仅计划 推出单一的转子发动机车型 如果他们正在积极开发多款 搭载转子动力系统的概念车 那么很明显 他们正在探索这项技术的各种可能性 这可能暗示着未来跑车的可能性 但或许也包括其他注重性能表现的车型 商业环境依然潜藏着不确定性 说实话这几乎是一场冒险 从头研发一种全新的引擎 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而如果这种引擎仅适用于少数产品 其成本之高更是令人咋舌 马自达与丰田或大众不同 他们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 每一美元投入到转子发动机的研发中 就意味着在电动平台 新型传统发动机或扩展混合动力产品 线上少了一美元的投入 而这些产品才是真正能够带来利润增长的关键 市场需求同样存在疑问 在2026年或2027年 究竟会有多少人购买搭载转子发动机的跑车 热情的拥顿自然会积极购买 但这个群体毕竟是少数 主流市场早已转向SUV跨界车型 以及日益普及的电动汽车 在当前的汽车市场环境下 无论双座跑车多么吸引眼球 其销量前景都不容乐观 马自达的高层管理人员 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了这一点 他们坦言这项投资的回报率难以令人信服 商业逻辑并不十分清晰 但他们也强调 有些事情的价值超越了短期的经济利益 转子发动机是马自达的精髓所在 是其品牌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核心特征 在汽车设计日益同质化的今天 这种独特性本身或许就蕴含着重要的价值 然而风险依然存在 碳中和燃料可能无法实现大规模普及 或者其价格始终居高不下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转子发动机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将荡然无存 届时马自达将只剩下一款市场狭小的引擎 在日益严苛的排放法规之下 其存在的意义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对产业传递了什么信息 马自达对转子引擎的重新启用 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独特偏好 更象征着一项传统技术 拥有被重新构思的潜力 预示着发展方向并非只有单一路径 情感价值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汽车产业中 多数汽车制造商已经认可 电气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并纷纷投入到电动汽车的研发与制造竞赛中 面对这一潮流 马自达的策略是 我们同样会积极参与电气化进程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将探索其他的可能性 致力于以符合更严格环保法规的形式 延续内燃机的生命力 不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都将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实验 其他汽车制造商正密切关注其进展 如果马自达能够在电气化时代 为那些追求独特情感体验的产品 找到商业上的可行性 那么其他厂商或许会受到启发 并加以效仿 我们已经看到像保时捷这样的品牌 出于类似的考虑 正在投资合成燃料技术 行业内普遍认识到 并非所有消费者都渴望 驾驶安静高效的家用电器般的汽车 一部分人仍然追求驾驶的参与感 个性化的体验 以及与机械之间的深度联系 转子发动机 以及独特的声浪运转的平顺性 以及高转速的特点 提供了其他类型发动机 难以比拟的驾驶感受 尽管自达尚未正式宣布 具体的量产计划 其具有标志性的SP概念车 和Vision X Coupe 依然处于概念阶段 关于是否最终投产 搭载转子发动机的跑车 最终决定尚未对外公布 然而技术研发的进展 已接近尾声 这表明他们距离目标已经不远 未来几年内将会揭晓 最终答案这场大胆的尝试揪 竟能否成功或者转子引擎最终 仍将停留在概念车的阶段 无论结果如何 马自达勇于探索的精神 都值得我们关注 他们将赌注压在了消费者 对驾驶的热情品牌的历史传承 以及精湛的工程技术上 试图在快速变化的汽车行业中 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场值得期待的博弈 最终将走向何方 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驾驶的历史传承